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观众早晨 欢迎收看开市感乐 我是李慧怡 首先和大家看看欧美股市上星期的收市情况 美股方面 美股全面破顶 主要是因为市场对中美快将达成贸易协议的乐观预期带动 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表示 美中达成首阶段贸易协议的机会非常高 又说现在到了讨论最后细节的时刻 消息利好大市气氛 三大指数都以全日最高位收市 并且创新高 杜瓊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28004点 升222点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3120点升23点 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8540点升61点 另外 各类股份普遍上升 联合健康保险和辉税分别升超过5%和2% 应用材料对手柜盈利和收入的展望高于市场预期 股价急升9% 费成半导体指数创新高全日升0.9% 再看看港股美国预托证券方面 ADL个别发展 腾讯ADL教本港收市升近0.2% 折合报320.500港元 汇控折合给本港收市升0.44% 中移动升0.12% 中联通跌0.29% 中人壽升0.06% 中海油升1.22% 中石化升0.66% 中石油升0.83% 再看看欧洲股市表现 主要受到市场对中美贸易磋商的乐观情绪带动 欧洲主要股市上升 对贸易敏感的抗业股和科技股升幅较大 公用和电讯股等防守类股份下跌 伦敦富士100指数 收市部7302点升10点 法兰克福德斯指数 收市部13241点升61点 巴黎Cats指数 收市部5939点升38点 油价方面 市场预期中美快将达成贸易协议 带动油价上升 但对供应增加的忧虑 限制油价升幅 纽约旗油每桶报57.72美元 升0.95美元 伦敦布兰特旗油每桶报63.3美元 升1.02美元 金价方面 主要市场避险情绪降温 金价下跌 纽约期间每桶事报1468.5美元 升5.2美元 看美元汇价 美元偏远 对欧元单日下跌近0.3% 对英镑跌弱0.2% 另外避险货币日元和瑞士法郎回远 美元对日元升0.4% 看最新汇价 港元7.8294 日元108.82 欧元1.1055 英镑1.2922 瑞士法郎0.9893 家元1.3219 澳元0.6817 樓元0.6399 美国国库债券方面 十年期债券报1.83厘 三十年期债券报2.3厘 现在再看看港股最新走势 恒生指数最新报26,449点 升122点 国企指数最新报10,451点 升26点 大股成交暂时升13亿左右 这期时间差不多了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直播环节 稍后见 3.35美元 卖出价17.1205美元 以上资讯由尤尤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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尤提供 接下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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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使用